透視液晶 解鎖密碼 透視液晶 解鎖密碼 大家好 歡迎收看三宗蘇瓜 解釋完水天溪的六月養資料 再來 我們就要來介紹天水送的部分 天水送的最寬是千月天 寬是寒月水 是一支代表 靠近 非寬 是非 寬送 以及燒熱的大香管 天水送的這支鍋是由粗辣 九二 六三 九十 九五 和最高的牛來組成 今天的節目 我們就要針對天水送的粗辣牛 以及九二牛的養資來做解鎖 粗辣 不用手勢 小有言 終極 代表在正論和所想方面不適合固執 在堅持到底 雖然過程中有一些 任意上的摩擦 但是最後的結果也是堅持 天水送的採名裡面的送 本來就有所想正道的意思 這支採說的就是 改鎖分證的地匪 相傳也有說到 不用手勢 事不可藏的 雖小有言 其變民的 粗辣牛是送過的地匪 就是在說明 所想剛開始的改動 粗辣 陰辣 其養為 這是七位的情形 因為這樣 粗辣牛本身有的領域很少 粗辣牛本的粗辣牛 當然沒辦法跟別人回去所想 所以才會說 不用過度堅持 需要実施停止 雖然停止會讓自己吃開 但是只有這樣 才能拼命 順帶繼續擴大 算是經過嚴重的情形 畢竟大事發生 少事發露 才是改割衝突最好的辦法 在生活當中 我們會遇到一些不一樣的衝突和摩擦 請有人為了要爭一口氣 就跟對方 沒到整個面子都紅了 生不動力 好清楚 只要自己是退一步 就是一個亂力無靈的人一樣 其實 發生衝突的原因 大部分 只是為了一些沒什麼要緊的事情 一直擦 擦不停這些人 擦到最後 有些人在什麼 佛教的經典跟人說 靈性飲食者 堅持很高興 願家殺到心 改生 親友想 一個真正有本事的人 可以在對方做了你無價的事情 說了很難聽話 怕你受傷的時候 要是可以保持主心的方向 用冷靜的態度來面對和處理 絕對不會馬上作用 經過惡毒的原因 甚至是博力來反擊 適當的 向對方表現處理的極點 不斷可以幫助自己冠軍 要可以提升我們的意志力 只要把困難都動作是 激情雙人的麻煩 漸漸你就會發現 相突減正義了 而且你的人也會越變越好 最後我們來看天水送第一 陰陰陰陰的總結 初落陰陰有記者 翁上和菊子上映 雖然菊子用原意中心初落陰陰 但是因為初落 願意退一步 所以才能立即結束 接下來我們來看天水送 求日後的謠詞來用 求日不課送 歸而不奇異 奇異人三百父無神 可以改善勝利 所以卻送就是勝所的意思 在古早時代 義就是在說風帝 不有道照 道夢 道平的意思 神這個魚以前跟財人的財作用 財是天財 神是人好 但是在這裡神這個魚 可以直接改善勝財海 幾段腰詞的翻譯就是 因為冠詩敗了 只好倒閉自己的風帝美起來 但是並沒有連累到吉他 住在風帝上面那三百父的人口 相傳說不課送歸夫船的 自下送山 換自度的 求日用流去因為 是做生所上的主要角色 是關所上者 但是天水送的主要並不是求日 是求午 坐在那位的求日 和坐在純爲的求午 目前是敵人 和相不對應的狀況 這就跟相傳說的 自下送山的意思一樣 求日為了奉上 向薑努發起訴訟 求日是大夫 他的身份和地位都比不上 坐在天主之為的薑努 所以很明顯 這就是一場 沒什麼有可能的 會來的訴訟 天水送 最多是青月天 也多是垮月水 垮 垮代表是飛行 它代表含日的意思 直接點了這個 消防 這個災難 就是求日自己帶來 而且 它現在含在困境當中 為什麼求日拜託呢 還沒遭到什麼大危機呢 這是因為求日坐在下 抗威水 反而當中的中尉 其中尉 就要看清局勢 會向醫體為人 求日自己也知道 是自己無理在先 所以才會在拜託之後 發展政策對自己不理的情形 的時候就趕快來逃走 沒有繼續跟求日子來逃走 這才可以勉強得過一項 最後 我們來看天水送 第二孝 養老的總結 求日跟求日子 兩個都是養老 全都沒有對應 所以這才會造成分證 這裡會有的求日 跟這裡最有的求日子 最正一定會失禮 但是因為求日 有更多在中尉 可以知道 情勢對自己不理的時候 提早來拼開 所以才可以免費財貨的節目 大家學藝經 做人出事可安心 身體健康心安靈 導致求財必得利 做學藝經 家庭幸福英國心 休息路上可建成 三中刷掛節目 付出帳號 肅養肅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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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肅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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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大家在那裡唱來唱去 唱來唱去 大家想看看 夠多喔 有還有對一個可以用我們百點 到這裡的東西呢 缺氧是一種的美律 為人出事需要的是 剛好好的缺氧和鐵牛 有很多時候 公結善煙 為自己的政下善因 不是為了要到達好處 只不過是為了要讓我們的生活 過得比較主宰 比較鬆開而已 釋謠代表的是占卜者本人 硬謠代表的是占卜者所要問的 人 事 時 地 物 要學會裝釋謠跟硬謠 就必須熟記口訣 口訣是 天同二是天變五 地同四是地變初 三同六是三義是 人同游魂人變歸 在裝釋謠跟硬謠的時候 天 人 地的概念 一定要先熟記 還有一點要注意 不管釋謠在什麼位置上 硬謠永遠跟他隔著兩個謠位 而且他們的位置是相對的 就是說 釋謠在天謠的位置 硬謠也一定在天謠的位置 絕對不會發生一個屬於人謠 一個屬於地謠的情形 接著來解釋口訣 天同二是天變五 指的就是 在天謠的陰陽是一樣的狀態下 四謠會在二謠的位置 硬謠在第五謠 但是當天謠的陰陽不一樣的時候 四謠就會在第五謠 硬謠在第二謠 以此類推 地同四是地變初 意思就是 在地謠的陰陽相同的時候 四謠在第四謠 硬謠在初謠 當地謠的陰陽相反的時候 四謠在初謠 硬謠在第四謠的位置 相較於剛剛 我們都只有看到 其中一組謠的陰陽屬性 在口訣第三句 三同六是三意識這邊 我們就要先比較完 天、人、地 三組的陰陽 如果三組的陰陽屬性都相同 四謠就會在第六謠的位置 硬謠在第三謠 如果三組的陰陽都不一樣的話 四謠就會在第三謠 硬謠在第六謠 口訣的最後一句 人同游魂人變龜 這主要是在辨別 游魂掛跟龜魂掛的四謠及陰謠 在這邊 同樣也是三組謠的陰陽都要看 如果 人謠的陰陽相同 但是 天謠跟地謠的陰陽相反 就表示 這是一支游魂掛 游魂掛的適應 直接背起來就好 游魂掛 四謠在第四謠 印謠在初謠 如果 人謠的陰陽相反 但 天謠跟地謠的陰陽相同 就表示 這是一支 龜魂掛 遇到龜魂掛 馬上就要反映過來 它的 四謠 在第三謠 印謠 在第六謠 如果有八萬四千的發問 來對抵眾生的煩惱 就親像這支游魂掛 可以有非常多的民眾 來解釋眾生的問題 看完了 水天師的六個變後 接下來 我們要來向大家介紹 天水送的部分 看天水送的粗魂變後 變成的游魂掛是對規則 尸魂掛是前衛天的天則禮掛 以及日後變後 變成的魂掛是昆惠地 尸魂掛是前衛天 是六個掛 是它的天地皮掛 這兩種的掛像分別 特用在國中問題的分析 我們先來看財運和財運 和財運方面的問題解釋 在初後 因末的父母 當兄弟的時候 兄弟七歲 這樣掛像 代表 你目前的財運不是很好 在財運上 不會賺錢 所以你最好 暫時 先不要賺錢 你會比較好 才可以欠缺錢 財運財 會生死的問題 在日後 朱孫長兄弟 回頭生的時候 朱孫長兄弟 朱孫長兄弟 雖然你現在 很想賺錢 但是你現在的財運不好 建議你在這段時間 先不要衝動賺錢 最後 不要跟人合固做生理 你若是跟人合固做生理的位 除了不賺錢以外 那有很大的可能 你會對方 流到很不爽快 接下來 我們要來看的是感情的部分 尷尬還不結婚的男性 在初後 因末的父母 當子會兄弟的時候 兄弟七歲 代表 以目前的總共來說 你沒有什麼可能的結婚 在日後 新途的朱孫長兄弟 回頭生的時候 朱孫長 欺負冠貴 表示 熟悉你的好姻緣還不夠 但是 如果你是 稱讚賣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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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結婚的男性 在初後 因末的父母 當子會 兄弟的時候 兄弟七歲 這樣掛上 代表 你們父子的情依 已經出現不可的狀況了 在日後 朱孫當兄弟 回頭生朱孫 朱孫王的時候 兄弟七歲 表示你們父子 因為生活當中 國中的衝突和摩擦 作成 好像沒有感情失調的狀況 現在 只不過是因為 孩子的關係 他們才會繼續生活 沒辦法分手 如果是還不結婚的路性 我看到這句話 在天水送 從後 他們母的父母 他們母的父母 當子會兄弟 變成天哲禮的時候 表示 目前出現在你 生活面的對象 都不是條件 都不是你可以 依靠的好對象 因為你 先不要中心要選擇 要多觀察一下 以免事後 才來協會 在天水送 日後 新頭的朱孫 當子會兄弟 回頭生 變成天地皮的時候 朱孫當 聚發肥 代表你的 忽然保 感情路上 請來登陸一些 接摩和難關 但是只要你 耐心等待 但事件 若搞 自然你的好運 便會來 接著 已經結婚的路性 在初後 他母母 當子會兄弟的時候 表示 在你的婚姻當中 你的 大家看 對你都是不錯的 但是 根據掛上的現實 你的生死 有欺負你的現象 這種欺負 不一定是機體的 勃力對待 有的時候 生死不夠尊重你 由此使用回來 無用力 來幫你考試 這也算一種欺負 在這裡 要提出各位 若是真的 有發生家庭 勃力的狀況 請你一定 要去找 油管單位 來協助 在日後 朱孫黨兄弟 火頭生的時候 朱孫黨 卻發貴 表示 你夫妻的感情 已經產生變化 目前 你們兩個人 是為了小孩 才會變性 下不來 又分不開的狀況 健康公民 在初後 他們母母 當子會兄弟的時候 兄弟七世 這樣掛上 代表你的背景 如果 剛才客家的月 會很難 會自得自療 我建議你 可以多休息 多運動 甚至 你可以做一些 退縫 讓你的身體 比較輕鬆一點 慢慢 你的背景 就會改善了 在日後 朱孫黨兄弟 火頭生 朱孫王 撃高救 他的時候 對本身身體 就有一些 背景的人說 在這裡 告訴你 這就是表現 你的治療是有效的 因為你的背景 已經好轉了 慢慢的 就會回到健康了 再來 是 涉及方面的問題 解釋 他操耗 他們母母 當智慧兄弟的時候 代表你跟老師 要有同學志堅 相處得很好 有他們的協助 又加上你本身的認真 在學生 是方面 你不但能夠 得到好成績 重要的是 科技也能順利過關 所以你不用太過擔心 在日後 新途的朱孫黨 智慧兄弟 火頭生的時 朱孫黨 撃高貴 因為朱孫 在學業上 代表要爭 表示你 因為 取得心 生活黨的原因 影響到你的學習狀況 成績一直退步 建議你 譬如說 打電動玩具 或是在家裡 吃一些動物 玩這種的行為 只要你可以檢視 做一些這些事情 只花一點時間 用心在學習上 你的成績 自然就會進步了 在工作方面 在初後 音樂的北部 當智慧兄弟的時候 表示 這間公司在裡面 你所當中的主管 要有動輸 都是很親切的 大家都很願意 教你 照顧你 你的工作 上的經濟關係 算是不錯 但是 你 就是只有台武這一點 比起其他的公司 算是比較差的 在日後 心頭的主孫黨 智慧兄弟的時候 他們會記得 我們剛才 在學業的部分 有說過 主孫黨 代表 刺激心比較重 在工作上 主孫黨 就表示 你是碰到隨便應付 本土的心態 在做事 就是因為這樣 才會影響到你 新鮮的機會 所以你要趕緊 改變你的心態 認真做工作 否則 你早晚會失去 這份工作 現後 是 官司的部分 在初後 音樂的 北部黨 智慧兄弟的時候 北部黨 化兄弟 表示 這段的官司 有何的可能 你可以好啊 把握 在日後 親頭的 主孫黨 智慧兄弟的時候 主孫黨 竭瓜瓜瓜 這樣的過程 就代表 這段的官司 要結束了 但是 在結束這件 你必須要先 花一點錢 來處理這些影響 再來 是公司經驗的部分 在天水送 粗牛 音樂的北部黨 指揮兄弟 變成天哲禮的時候 標示 公司的經驗 狀況 越來越越好 頂端的素領 也慢慢地 在頂家 當中 在天水送 日後 新頭 朱孫黨 指揮兄弟 變成天地氣的時候 代表 你雖然 對公司 已經付出 很多心 也很認真 經驗 但是 公司 也沒有做出什麼 成績 總共也一直都沒有改善 接下來 是 貸款 造型的問題 改善 在初後 音樂的北部 黨 指揮兄弟的時候 兄弟 氣勢 這表示 你造型的過程中 會遇到 有很多祖愛 親像 譬如說 對方 原本已經答應 要造你錢了 但是 事後 以後 反悔 在日後 煮孫黨的時 兄弟 持世協債 這樣的過程 對你造錢 和貸款 方面 是相當不利的過程 代表你 很難做到錢 最後 是雍財和鹽財的部分 我們先來看雍財方面 在初後 音樂的北部 黨 指揮兄弟的時候 表示 這間 家的財旗 很翁 可以 合家 平安 非常適合你 在這裏 若是這間 家 你是要用來 導主 賣賣 初後 北部 黨 看兄弟 兄弟 氣勢 欠債 代表 未來的方向 會有一點樂趣 在日後 心頭的祖孫 黨 智慧兄弟的時候 掛法六合 代表 這間 家 很適合你 長期 高大 在導主 幫忙 因為日後 黨 是在後的祖孫 黨的管理 表示雖然 未來的方向 會蓋 但是 蓋也蓋不蓋 最後 是 音樂的部分 在初後 音樂的北部 黨 智慧兄弟的時候 表示祖婚的方面 是王人頂的風水 在日後 祖孫 黨兄弟 火頭生 祖孫 王的時候 代表祖婚的風水 是王人頂 但是沒有王 財運的補救 以上 就是天水送 初後黨 變成天則禮掛 以及日後黨 變成天地皮掛 為大家做的解釋 希望對你有幫助 進入北京的世界 了解 各的運用 將我自己的名運 讓你擁有幸福 健康的人生 感謝你的收穫 我們會再見 我們會再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